心境则复途径 途径则无心境 那我们现在要想解决地球上的问题 怎么拯救地球 这两句话就够了 我们的心境 地球就清净了 地球清净了 证明我们的心清净了 因为它是一体 所以它的感应非常非常的灵敏 那我们今天要破坏地球 你有没有破坏地球 有啊 我什么时候破坏地球 你天天想的 贪嗔之慢 你天天想的 省人力极 你就是破坏地球啊 你自私自利 搞明文理啊 贪图五一六天享受 这个都是错误的啊 你的心想 心情不善啊 你只在破坏地球 再近一点一样呢 你破坏自身 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小宇宙啊 外面是大宇宙啊 不善的思想的时候 让你身体不健康 这真点 一点都不假 人身体是个机器 这个机器 如果你能够爱惜它 能使用多久呢 以前我的老师 李炳南老爵士告诉我 他是个老中医 医学很高明 他告诉我 至少要使用两百年 你没有活到两百年 是你自己把身体糟蹋掉了 所以我们看到佛经上 这个道理 心近在佛图境 如果我们是用亲近心 这个身体肯定两百岁 很能超过的 中国有个老人 盆祖八百岁 我们一般人不敢相信 是不是传说 如果照佛经上来讲 是可能的 释迦摩尼佛还有个弟子 还在世界 他们有入灭 谁呢 大家是孙子 他要等弥勒菩萨 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 释迦摩尼佛的一波传给他 他做代表 所以他的身体留在世界 那要留多少年了 要留几十亿年了 能吗 能 一切发从心向神 那都要从这个点来看 这盆祖八百岁 那太容易容易了 那成什么问题 那不成问题 所以我们的寿命长短 操纵在这就说 不在别人了 要懂得算 心尽重要 心情尽 不能有任务 那就是说 一定要放下 妄想知足 对事出事件 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 清净心 先行 不再分别了 你的平等心 先行 有分别不平等 有职责 不清净 那我们的经体 清净 平等 觉 真正达到 清净 平等 觉自然起来 这开悟了吗 这就是大车大悟 明信皆信 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 跟我们的身体 有密切关系 跟我们的环境 山河大地 也有密切关系 知道这个关系 知道这个四世真相 我们就晓得 我们可以 救这个地球 我们可以 化解这个灾难 方法就是用 清净平等 自己要认真 学习 还要讲给别人听 为什么呢 别人跟我们有共业 清净平等 性的人多了 这灾难就不生了 就没有了 所以觉悟的人 觉悟之后 他只有一个使命 就是教训 帮助没有觉悟的人 帮助他 就这么一段事情 除这一段事情之外 他没事 是实话 这一段事情之外 是实话